寶导報到,我來報告 大家好,我是報告人,介文集 五所大學高校私生 因馬英九的邀請訪台 讓兩岸的年輕人多點往來 這五所高校分別是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 還有湖南大學 那麼這個訪問團已經順利抵達台灣 那麼在13號當天,馬英九說 這是他最好的生日禮物 這五所高校的學生在台灣 將怎麼講呢 要一共有9天的參訪行程 那麼要有16個活動 那麼這一次大陸的高校學生 來台灣訪問的意義是什麼 還有他們來台灣16個行程的安排 裡面有什麼講究,有什麼意義 第一天的參訪完了,接受我這個記者的訪問 他們對於台灣這個各界對他們的熱情的接待 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也非常非常的感謝 可見呢,基本上台灣的整體社會 對於大陸的年輕朋友高校師生是高度歡迎的 那這一次呢,馬英九的文教基金會 對這一次的大陸37位高校的師生的節目安排 也可以說是煞費苦心 除了去參訪一些具代表性的地點以外 另外也安排了跟台灣幾所大學的學生進行交流 所以短短的9天有16個行程 可以說是非常的充實,非常的有意義 比如說他們第一天去參觀台積電 台灣高科技的代表 然後接著又去參觀這個所謂捷安樂汽車傳統產業的代表 然後呢,這兩種不同的產業 他們代表的什麼意義 我想對於高校師生他們都覺得不需此行 另外還會去參觀台北市的大道城 也就是過去台北市的重要的商業跟工業的中心 現在是一個充滿懷骨氣息的一個地方 所以研究台灣的歷史 台北市的歷史很重要一點 另外還要去看這個故宮博物院 然後呢,還要去南部看台灣的橫貫公路太魯閣 還要去參觀台灣的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慈善事業 慈濟 所以這個內容都是精心的一種安排 本來呢,有些人為馬英九在這個兩岸兵兵占圍的時刻 去大陸進行這麼一場探親,記住之旅 不但在大陸各地受到了非常非常熱烈的迴響跟歡迎 在台灣對馬英九到大陸的這一次行 各種的民調表現都顯示出台灣老百姓 非常肯定馬英九這一次大陸之行 那麼認為 馬英九這一次去大陸的訪問 對於改善目前 相當低迷的兩岸關係 非常非常有幫助 甚至有70%的受訪民眾認為 用九二共識為基礎 恢復兩岸的正常往來跟交流 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所以馬英九這次去大陸之行 事實上對現在的民進黨當局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所以當馬英九在大陸也宣布 也邀請他們的學生到台灣來訪問 進行交流 所以才有了這一次 邀請大陸高校師生訪台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可是馬英九回到台灣以後 正是要向台灣蔡英文當局提出申請的時候 又有蔡英文政府透過私下管道說 馬先生你就不要提出申請了 你申請的話我們不會准 那當然馬先生意志非常堅定 照樣提出申請 那麼蔡英文政府透過他的教育部門還要放話說 這個可能會造成這個國安的顧慮 然後要經過很多部門的共同審核 尤其是國安不同審核 這個蔡英文政府此話一出 台灣社會翻了鍋一 大家都紛紛批評譴責 蔡英文當局這種心態跟做法 很多人就質問說最單純的就是學生 這種正常交流活動跟所謂的安全問題 台灣的安全問題扯在一起 根本就是缺乏信心 要不然就是惡意的就希望兩岸 互不往來 尤其大學生往來 視為什麼毒蛇猛獸 在這五所大學 37位大陸的高校師生訪台之前的三天 蔡英文當局才怎麼樣 在整個社會議論的壓力之下 決定給予放行 所以呢 這個五所大學師生很順利到達台灣 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了怎麼樣 各界的關切 那麼我想就表示兩岸民間之間 都希望有更多的互動 而且呢 兩岸同文同種同學園同歷史背景 那麼雙方先要把這些歷史文化 然後呢 軟性的社會方面 先把它建構接軌起來 重新恢復起來建構 先建立一個怎麼樣 情感的基礎 再建立什麼 共同命運的基礎 也就是說 能夠先怎麼樣 能夠相互的融合契合 在社會層面相融合契合 然後呢 再去 再去 解決 雙方面臨的比較艱困的 歷史遺留來的 政治的問題 那應該是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 現在兩岸 等於說 等於說 希望是走入了 漸漸走入了一個恢復 正常交往的一個軌道 陳如馬英九先生說 他希望儘快讓兩岸重新恢復全面的交流 我想在這個全面的交流 到來的之前呢 我們看到的各種 文化 教育 社會 歷史方面的兩岸的互動 我想 這是對於全面交流 很重要 踏出的一步 張忠謀先生是台灣最有名的這個 這個半導體產業台積電創辦人 那麼最近半年來 他兩度談到全球化 那麼都受到各界廣泛的關注 那麼今年12月 那麼他在台積電 美國廠遺跡典禮致詞 張著美國的政要 包括這個美國總統拜登面前 他就說 他說全球化已死 這是他一個非常非常悲痛的一個 一次一次 致詞的內容 那最近他因台灣的工商協議會邀請 發表專題演講 他的主題是什麼呢 重新定義全球化 我們剛剛講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兩度提全球化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他所創立的台積電 正 稍受到 張忠謀先生自己講的 所謂地緣政治的影響 這個地緣政治是怎麼樣 就是美國正在猛烈的吹起一股 反全球化的颶風 把世界的供應鏈 切成兩半 跟中國大陸的整個工業體系 這個生產鏈 做怎麼樣 做切割 那最明顯的一點 就是在高科技裡面 關鍵的半桃體產業裡面 那麼 這個部分呢 我想張忠謀先生等於在風口浪尖 他所苦心創辦 成就斐然的台積電 就面臨 必須跟中國大陸的 所謂供應鏈做切割 而他的產品呢 不但不能夠 全數地賣到中國大陸市場 而他的在台灣為中心的製造基地呢 也被迫要移出台灣 移到美國 這是張忠謀每次談這個反全球化的時候 他都很悲痛地講 說這個 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悲劇 那麼 目前現在有 這個15個亞太區域的國家 簽訂了一個RCEP 其實是在建構一種區域性的 全球化的一種趨勢 那麼這建構的過程中啊 彼此之間的 相互的這種依存度也會增高 那這樣子的話 這種增高的最主要的誘因呢 是彼此給予比較優惠的 市場進入的條件 那麼 基於這個政治的原因 台灣啊 基本上沒有辦法加入RCEP 那麼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 是很大的一個因應 另外呢 涵蓋了目前亞太區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區域經濟整合 叫CPTPP 那麼這個CPTPP 它的整合的標準啊 它的自由化更高 那麼台灣事實上有機會參與的話 對於目前啊 越來越被邊緣化的台灣的經濟 是有幫助的 可是呢 王美花 他居然說啊 他說RCEP不是蔡政府努力的目標 那麼加入CPTPP也不成熟 那麼意思就是說 在整個區域整合的一個浪潮中啊 台灣啊 繼續好 維持一個好 被邊緣化 這個是讓人百思不解的 現在世界上所有的經濟體 基本上都希望加入這種區域整合的機制 因為他可以享受什麼 享受這些好 市場進入的優惠條件 如果別人有市場進入優惠條件 你沒有的話 你一定是被邊緣化 因為你的產品進入別人的市場的成本就比較高 所以台灣現在這個狀況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那麼為什麼 蔡英文的政府會做這樣的情況 你加入這些區域經濟整合的話 你除了有所得之外 另外你也有必須付出代價 必須付出代價最主要是什麼 你的農業市場必須要開放 那蔡英文因為她在選舉啊 靠這個農業選區的選民的票啊 非常重要 所以她不願意得罪這些農業選民 開放農業市場 讓台灣的農業受到傷害 所以呢 基於她自己個人的選舉 跟民進黨選舉的利益啊 她寧願啊 不加入這些啊 對台灣經濟 現狀跟未來很重要的區域整合機制 反正啊 蔡英文的任期也快結束了 為了民進黨 這個她所屬民進黨選舉考量 她根本不在乎台灣經濟的未來 為什麼台灣經濟目前為止 還能夠維持呢 因為主要台灣外銷的主要的這些產品 是屬於IT產業 所謂的信息化的產業 這些產品 那麼這些產品 因為國際上有一個IT 這樣子的協定啊 都免稅 所以呢 台灣靠著這個IT產業 事實上還可以維持一部分時間 可是呢 很多傳統產業 比如說像機械 像這些紡織產業 甚至像這些化工產業啊 都因為沒有加入 這些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啊 都慢慢喪失了競爭力 所以呢 蔡英文是一個非常短視的一個政權啊 他們基本上只要為了選舉啊 什麼事都可以做 也什麼事都可以不做 所以呢 我覺得現在蔡英文政府啊 不管她提出的什麼一些啊 冠冕堂皇的什麼前瞻經濟計劃 新南向經濟計劃 台灣現在基本上 並不是島內的經濟結構出問題 或者島內的這個基礎建設出問題 台灣最重要的面臨的問題 是因為沒有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 所以我們這次產品 外銷到其他的國家或地區的時候 要負擔比較高的 台灣今年第一季的這個經濟成長率 是-3% 世界各國 雖然經濟普遍受到不景氣影響的 各個經濟體來比的話 都是非常非常讓人意外的 因為別的國家基本上 最多是成長率稍往下降 連美國都還有1%左右的這個經濟成長 台灣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 居然是-3% 這已經是一個嚴重的景緒了 所以台灣因為經濟進一步的變延化 然後呢 蔡英文政府呢 又只顧自己的選情 不顧台灣的經濟 這樣子政客之下 台灣的經濟啊 真的無法令人客觀 來談談美國在台的這個機構 叫AIT 她要跟蔡英文當局 多要2.7公頃土地的實用權 那麼把她目前已經有6.5公頃的這個範圍 再擴大 擴大以後呢 她這個AIT的面積 恐怕要比在美國的白宮還要大 變成全世界前幾大的 美國駐外的代表機構 那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她要的這塊土地呢 這塊土地是屬於已經有用途的土地 也就是平價住宅的一塊用地 所以呢 當地的老百姓 對於AIT 透過蔡英文當局 徵用這個2.7公頃的土地 都紛紛的起來反抗 那有人就說 AIT 現在的土地已經6.5公頃 還不夠大嗎 還要再擴充 再擴充以後 它比美國白宮要大 而且呢 美國又不是跟台灣有任何的這種 正式的這種邦交 那又不能回相對的提供任何台灣的這些補償 或者優惠措施 為什麼 美國人要的地方就什麼都可以 自己土地已經不夠用了 還要把土地交給美國人 另外呢 AIT講說 我這個土地 使用的目的是什麼 是我要建停車場 還有什麼 做AIT人員的休閒設施 還有倉庫使用 人家說 你已經有6.5公頃了 還不夠 還要貪心再向台灣刮收2.7公里的土地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建停車場 還是休閒設施 AIT在台灣最繁華的內湖區 到處都是休閒設施 公園爬山到處都有 你知道要一定要有這個 自己要有一塊休閒設施嗎 有人就懷疑 是不是將來 要在裡面做一些 跟戰爭有關的一些佈局呢 對不對 是不是要做一個倉庫來儲存什麼 戰備物資嗎 還是說將來 兩岸發生衝突的時候 它要在裡面怎麼樣 停這個直升機 撤僑用的呢 戰爭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 如果沒有這個可能性的話 美國不會不斷地加強對台灣的軍購 那麼同時不斷地在台灣囤積武器 而且呢 你希望AIT過間 這些所有的作為 它的跡象都是在為戰爭做準備 過去美國在香港 聽說CIO上千名工作人員 可是因為香港政府迷平了動亂以後呢 這些CIA呢 它在香港沒有辦法立足 那現在美國在今後啊 抑制中國大陸崛起最重要的一個工具就是台灣了 所以他們第一個要有一個地方根據地 第二個他們有地方可以怎麼樣發揮他們這種啊 CIA工作人員的怎麼樣專長 所以呢 他們就要調到台灣來 那到台灣來 當然他就會需要新的整個辦公室啊 所以對外他就以說需要建什麼啊 什麼休閒設施為名啊 其實呢 很有可能就是為了將來啊 要進駐AIT的這些CIA的工作人員啊 找出地方來替他們 蓋這些辦公所 所以呢 這些AIT的擴建 引起當地老百姓極強烈的反彈 美國的機構是看到了 蔡英文政府快要下台了 然後呢 蔡英文呢 反正對美國是 要什麼給什麼 可能是貪念吧 那麼覺得啊 這個跟台灣啊 要什麼都可以得 為什麼不要2.7公頃的土地呢 讓他這個啊 在台灣的啊 變成一個啊 整個他的用地比你台灣現在蔡英文的辦公室 加這個行政部的辦公室 都要大的一塊土地 那不變成台灣的這個太上皇嗎 所以呢 這種貪心啊 這種啊 甚至啊 有不可告人的動機的 這樣子的作為啊 讓台灣社會啊 對美國 對AIT啊 都產生了強烈的不滿 甚至惡感 所以呢 整個來講呢 就是因為蔡英文當局對美國啊 一向是什麼 言聽忌從啊 完全配合 合理的也配合 不合理的配合 所以呢 這2.7公頃的土地是屬於台灣人民的土地 民進黨啊 根本不在乎 美國要的時候 根本啊 連討論不討論 就準備交給美國了 那麼好在是台灣的民眾呢 還有很強的自覺 所以呢 現在內湖區的民眾 現在群情激憤 已經啊 對於AIT啊 這種啊 這種啊 霸道啊 而且無理的作風啊 產生了很大的一個質疑 那麼甚至民進黨當地的民意代表 也站在當地民眾的地方啊 反對民進黨當局做出這種啊 所謂的啊 這種啊 出賣台灣利益啊 討好美國的做法